大家好,欢迎收看南妹厨房 红烧肉做法虽然很简单 但是许多人在家总是做不好 今天就教你个家常做法 吃起来色泽红润,焚而不腻,好吃又下饭 今天去超市花了20块钱买了三斤五花肉 最近什么都挺贵的,就这个猪肉比较便宜 有条件的话尽量多买一点 做红烧肉要选择这种五花肉 这种肉肥瘦相间,吃起来才不会发柴 下面把这五花肉处理一下 把五花肉冷水下锅 如果家里面的锅比较小,可以把它切成两段来煮 这个肉不要皮朝下,一定要把它翻过来,皮朝上 不然这个猪皮容易粘在锅上 加入少许的葱姜 再来一点料酒去腥 然后盖上盖子开大火 烧开后转成小火,大概煮20分钟左右 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用筷子轻轻的一扎就进去 然后筷子拔出来,里面没有血水冒出来 像这样,这个肉就煮好了 五花肉煮好以后把它放凉 放凉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发现上面有少许的猪毛 家里面有喷腔的话 用一个喷腔把猪毛烧一下 如果没有喷腔,放到煤气灶上烧也是可以的 烧好以后用刀把上面残留的脏东西刮干净 如果比较脏的话,用清水清洗一遍 洗好后下面我们开始改刀 先把下面不规则的肉切掉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比较美观好看 切下来的切记不要扔掉 家里炒菜做个肉丝面,都是可以的 然后把五花肉切成四方块 切的时候尽量切的大一点 因为这个肉做好之后会缩水 改成块以后我们再改一下刀 由于这个肉块比较大 煮起来不容易入味 所以在猪皮表面打上十字花刀 这样做可以更加的入味 也可以把里面的油脂煮出来 用刀切到脂肪层就可以了 这是改好刀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肉都要用这个方法处理完 下面准备一个平底锅 锅底铺上一层葱姜 这样我们炖肉的时候就不会粘在锅里了 把改好刀的五花肉一块一块放入锅中 大一点的放在中间 比较小的放在边上 切记一定要皮朝上 如果皮朝下容易烂掉 再加入少许的葱段 有条件的话放入几片姜片 没有不放也没关系 然后加入一大勺生抽酱油 再加入半勺冰糖老抽 这种老抽上色效果非常好 如果想要色泽红润必须加一点糖水 这个糖水是我自己炒好的 做红烧排骨 红烧肉 上色效果都非常的好 很多朋友在家炒糖色 不是发苦就是发甜 不会炒糖色的可以用这种 最后加入半碗冰糖 不喜欢吃甜口的 可以加入两勺食用盐 下面加入这个是花雕酒 没有花雕酒可以用黄酒 啤酒代替 最后把煮肉的圆汤也倒在里面 水没过这个五花肉就可以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炖一个小时 最后开大火把汤汁收至浓稠 像这样颜色就上到五花肉的表面了 煮好以后装盘 再浇上汤汁 最后撒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美味继承 一道色泽红亮 分而不腻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五花肉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下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